大家好,又是我們三個中產黨的時間 今次由我開始發版 因為這是我個人經驗 幾天前,我在《三國寶》見到頭版 說內地一間偉州有一間工廠 有人示威,有人去吵,有很多工人幾千人吵 其實這宗新聞出了街之前 前一兩天發生的那一天,我已經知道了 因為我朋友那間廠也是在車程對面的 是跟iPhone有關的 那間廠是,那間廠是做iPhone、三星、所有的玻璃都是做的 他做到很大的,他之前是做手錶的 手錶的玻璃都做到很出位 那廠有很多人的,有幾萬人的 其實現在說,有些人說五千,有些人說八千 即是炒了八千人,炒了八千人,炒了八千人 炒了八千人,很厲害 他是不承認的,他說不,那些臨時工 他說已經在搞了,為什麼要說這件事呢 這件事有兩個角度都是很有趣的 第一個就是,百英港學的老闆,其實是香港十大富豪之一 排到很高不認知的 第八位,是福布斯的榜 基本上,他就是... 即是福布斯的榜,所有東西都可以說 好像有錢過大樓 好像是 哇,太明高了,大樓 有錢過香港的 這些大師就最專業了 那他再特別一點是什麼呢 根本上,十大裏面不是做地產啊,金融啊 只有他一個做實業家 實業家 但是未聽過的 即是幾諷刺,香港搞實業是沒有用的 沒有人知道你出名的 那有用,如果你有錢就有用了 那他彈起是出名的 他彈起都是iPhone,即是做手機開始轉型 好像Motorola還是什麼 他想到以前用膠的,原來是轉玻璃 所以,之後的生意就好 我什麼都不知道 第一件事先問 那個百欣江河在香港有沒有賣的股票 沒有 即是大陸市場 是的,這是第二個值得說的話 因為自從兩年多前開始 金融市場有傳風聲說他 想上市 在香港上市 但是一直拖著,沒有上市 那我就懶惰了 我懶惰見到這樣,你現在這樣還上? 然後就寫了一篇文 就說時機已經過了 即是你百欣江河在街上 有沒有告你? 有沒有告你? 因為原來我差不多同一天的訪問他 他都說這個當然不是上市的時機 我還是等下年才再算 即是你一早就已經預測到 你不是燈神,你就是神燈 神燈 你們想不想試? 我想問他們會經常這樣猜中 什麼猜中? 即是經常說我有猜中 我經常看你們財演界都是這樣 你看我又猜中了,他上不了市 那當然了 原來是這樣 記住,財演界 即是要猜中的股票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式就是時候馬後跑 這個永遠都是 現在都算是馬後跑 我講一個例子 就是這個世界上很多長壽村 俄羅斯有些長壽村 都是百多歲的名字 那長壽村有什麼特色? 為什麼可以這麼長壽? 為什麼不長壽? 普遍一個長壽村有一個共同的特徵 就是沒有好原者出生紀錄 即是你會發現 說到200歲 沒錯 即是所有這些都是有一個共同的方式 再更加值得說 除了他的隱形虎途之外 就是講上市 我想尋這個機會請教你大師 因為我們在學術界 有些理論 有些言證 就說什麼時候上市 或者上市的目的是什麼 我想請教你 究竟現實世界是否這樣 好的 上市的目的其實很簡單 所有公司上市的目的就是找你去拚 想騙你錢 沒有一間上市公司 沒有一間是真心想集資 搞更加大生意 你聽我說 你上市要求一間什麼公司? 很高增幅 然後財政很穩健 很有前景 很有前景 又有什麼 那他怎樣都要上市 你最少有什麼 你給我講一個壞處給我們 喂 他現在很高增幅 財政很不穩健 有道理 他就急著去集資 為什麼他要跟你集資? 那些人經常都不明白 我出去都不明白 他們的思維 現在這個好機會 我認識一個老闆 他跟我說 你跟我說 有單生意就聰明了 他不聽了 他說那些錢賺得太多 我想跟別人一起爭 是是是 上市山區塊 是是 但沒可能的 那老闆說 你說什麼都沒有 你直接跟他說 喂 我認識一個朋友 就倒閉了 哇 你這次不夠他就倒閉了 他說 好啊 喝湯 立刻會去談 你講的那樣東西 你上市的 criteria 根本上就是那樣東西是不realistic的 那當然有一間公司 我曾經就我所知的一間公司 他上市是為了派遣給大家的 就是微軟 微軟為什麼呢 他會上市呢 因為他發得太多staff option 他超越了好像500個限制 美國應該有的 限制最多是500個股東 他超越了500個股東 他沒有辦法他不上市不行 你覺得香港的公司全部都是困人的 最少他困過你一陣子 有一個人告訴我 我記得我很久之前剛出來做股票 都不知道出來做股票 就問回人家 1987年 陳廷華就出過cover wallet 就是在股票股市最高的時候 發了10億能力之類的 然後就套了錢 那些股市就馬上崩潰 即是馬上股災 然後那兩年就升回頭 那幾年之後 我問一個朋友 他是一個做股票很久的 陳廷華算贏了還是輸了 事後就升回頭 他當然算贏了 因為他賺了時間 那時間他馬上跌下來 之後怎樣做 收了錢怎樣做 再買回來 第二件事 就是無論任何強硬股票 即是你股王強於詳實 股災前上市 是吧 不知七二年上市 即是所有的股票 他最少如果他是厲害的 除非他愚蠢 即是他訂錯價 他一定是在兩個狀況之下 或者是兩個狀況通常會發生的 第一個就是他的公司去到高峰 當然去到高峰可以在場 即是你叫SPEC就算上市 上了市一輪之後才會跌倒升 他都不是上市 第二個就是股市很election 但是股市因為上市 就由開始到搞上市 可能要搞大半年 即是很順利都搞 通常就是這件事 你如果有一個時間跌 你很不穩明 是的 所以就會急著在某個場合 一是公司最高點 一是股市最高點上市 以我對金融的膚淺私息 我直接想就是一百毛 一百毛就是上市之後 現在你就發覺 好像比上市之前沉了很多 是 應該這麼說 一百毛是第二個 case 即是當你一個股票 即是經常說啤鶴 你一個股票價值 是鶴的價值 高於你公司的價值 其實我就為了學股 這個定義 即是說 你賣學賣到五、六億 你公司一年賺兩千萬 三千萬 這就是學股 你不用想 因為你家公司沒有價值 你永遠賺不到學價 所以一百毛那一種 就是股票價值 我講回我自己 聽完這些歪理之後 我講理論的 理論的 都是美國的做財務 學者 我向他們學回來 一會兒大師可以給你意見 可能美國的市場是近一點 又或者我那些象牙塔的那些人 應該過了 首先有一件事 所有在股票上騙人錢的東西 都是美國發明的 都是美國發明的 都是你發明的 最多我們學得好一點 學得差一點 正如一個大陸人說 所有的貪腐 都是來香港人教我們的 我們沒有來不認識的 是台灣 是沒錯 我們沒有來不認識的 就是這樣 美國的理論 我學回來的理論 其實他都打亂一些傳統的想法 就是我們因為要很有投資機會 我們不夠錢 於是我要集資 然後有一個好投資項目 就可以賺多錢 大家說不是的 法國體實施美國的數據 就說很多公司上市之後 他的投資額 風宗少於以前 所以就違反了這個開頭的 我這樣說 這些是比較管治好的 第一就是投資機會 然後上市是沒有可能的 因為第一 你見到投資機會 我還沒看到你上市 搞了整個投資機會 我搞了年的時候 你確定是一個機會 第二就是 你上市之後 多數是不錢 如果管治不好的公司 從來沒見過這麼多錢 因為其實做公司 從來沒見過這麼多現金 譬如你做印刷廠 你賺了錢回來 除非你不發展 你再買多一間藏廠 你不停的創意越多 你從來沒見過這麼多錢 通常一間公司 是沒有見過這麼多現金的 你回來突然見過現金 又亂花亂投資 那些通常會倒閉的 所以通常應該集資回來 然後就騙會 就說集資是多少 那些錢來做什麼 其實那些錢全部不是這樣做的 這些就是管治良好 現在你說的管治良好 那些管治不好的 那些人一收錢回來就亂用 亂用擴張的 死掉了 那於是第二點是什麼呢 第二點都是正面的 就是說 因為我見到網友 就是問我想公開打一回答 那上市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不是因為他有些很棒的投資項目 不夠錢 於是打一筹去投資 原來原來是什麼呢 就是他想分散股權 分散的風險 於是當股權分散 風險分散的時候 那些投資者就願意出高一些價 去投資 即是給公司的價值會高了 這是第一原因 那還有其他原因的 就是你上市之後 在股市上 大家也知道 股權的流動性高了 那利益好 又是那些人不會願意 那麽好 那股權分散呢 價值一定會高了 但是那個利益高了 就等於那個價值會高了 但是你分散 那樣東西是不是全流通股票 就是全流通股票的話 那你就是匯豐那些 那你會有很多購買的 就是那些股市 你一定有這麼多的控制 有這麼多attention 所以你就會流通多了 那你流通多了 它的價值會容易高一些 因為你可以買賣 簡單來說 譬如我住在一棟單棟樓 單棟樓的 它的價值相同來說 樓宇價值 單棟樓就比不上美孚新村 太古城那些 那些對 那就是因為美孚新村 和太古城的問題 你的利益低調會好很多 所以你的股票會好很多 那再講上市的理由 譬如美國 現在大家都喜歡這些 就是喜歡做一個start up 第一輪投資 第一輪投資 那些收了錢回來 那些人 他不是老闆 他是死股票 那他的死股票想變生 那他就要上市 他上市才能實現到他的 即是如果公司是你operate的 即蘋果是你100%擁有的 每年賺這麼多錢 賺200億美金計 我忘記自己的 OK 那有什麼所謂 那些股票呢 那些股票你不賣 只要你的股票不賣 你的股票就沒有關係 對 但是那個基金就不同了 那個基金拿著的 那個基金可能拿著3% 但是有可能幾十個基金 各個拿著幾百分比 那些是想你什麼 他來賺錢 借錢全部都容易 那在美國 那些很多大公司 都沒有什麼追追 shareholder 那些他會逼你上市 那他會逼管理階層上市 明白 那最後一個理由 都想看香港認不認得到 那個理由是什麼 就是他因為在監管底下 那美國就是那個SEC 香港的SEC 就說因為他有個牆 他有監管系統 那個成本給了 是家裡給了 阿公給了 那於是你上去的時候 是一個認證 那樣他會檢查你一盤數 於是就多些人願意投資 因為你的公司的話 我據說你比較乾淨 那香港成立嗎 OK 那個情況 你都是要賣股票才有作用 你不賣股票 我要你投資你做什麼 即是我的股票賣出去 那些股票我都是覺得 都是希望高一點賣出去才有作用 如果你的股票 你今天就抓住shareholder 抓住所有東西 然後我就不準備賣的 你的股價高低 它有什麼成效呢 而且還有就是那個SFC 是要成本的 其實你上市要成本 你維持上市要成本 大佬 很多人都是不可以成本 就是你被人綁住很不舒服的 就是無端端 那個人拿公司錢 都被人抓坐牢 你自己的私人公司 你不會有這樣的狀況發生 是不是 你會受到很多滯爪 那個滯爪值得 如果你不是為了賣股票 只是為了股票 如果你也是 反正你得到 majority shareholder 你自己拿著 你不準備賣股票 你為什麼要 每年可能要花很多錢 假設一個學股 一個學股 你一年多花一千萬 你每年可能賺兩三千萬 為了上市一年多花一千幾百萬 你怎麼會做這些 你不是打算做世界 你為什麼會這樣做 對 最後一件事 美國的數據都發現 跟剛才有大師說的問合 他都說 發覺公司的貨幣 或者盈利最好的時候 就上市 所以 上市頭幾年的表現 都是跑輸於大市 就這樣 應該很多傳統基金 雖然我現在不知道 還有幾個傳統基金 上市之後的三年 不可以賣 不可以賣上市三年之內的股票 一定要上市三年後才可以賣 這個都是說得正確的 純粹是投資者 即是長期投資者 可以跟聽眾或觀眾分享一下 即是新股的時候 你找IPO 抽的時候就很開心 一定會 你跟觀眾說他們比你厲害 因為通常只有第一天就放 你還要跟我說等幾個月 很多人第一天賣 因為頭幾天是特別炒得極 即是 在香港幾天就叫做中線 幾個月就是長線 那誰去買呢 誰去買呢 這個我真的覺得奇 究竟炒高了 究竟是誰去買呢 炒高了 應該很多人去買 他希望更高 但想不到綁住 即是 這些叫做 一夜情別結婚 不如一夜情別結婚 是的 周時會有這樣的狀況 有時你拿著很久 突然間有些 十隻之中有一兩隻 會突然變回生 你希望突然間賣了殼 變回生 其實有很多獎 好 今天又到此為止 下次再講其他話題 好 はい 黏AND 動相 開眼 踩